嗨,大家好,我是撩影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一部日本漫改电影《暗杀教室》 话不多说,我们一起看电影吧 在全国都享誉盛名的日本闷秋中学 是无数家长和学生梦寐以求的威严殿堂 为了保证这所学校的教学质量 学校将学生分为不同等级 三年级A班代表这所学校最优秀的学生 他们享受最好的教学资源和教育环境 而作为最末尾的三年级E班 被称为拖后腿的吊车尾 这个班里聚集了各种令家长和老师 头疼不已的学生 他们对学习毫无兴趣 却对除学习以外的任何事都无比精通 学校将他们隔离在山上的旧校区 不仅教学条件最差 他们还处处遭受学校自上而下的嘲讽 成为失败和堕落的典型 连三年级E班的学生都觉得自己无药可救 只能继续在颓废中沉沦 然而这一切都因一位特殊老师的到来 悄然改变 这天三年级E班 走进了一位长满储蓄的怪物 日本国防部的长官吴健介绍道 储蓄怪是破坏了月球的犯人 并打算在第二年的三月破坏地球 为了防止地球毁灭 必须有人在第二年的三月之前 将储蓄怪杀死 储蓄怪的行动速度非常之快 军方根本无法消灭它 但储蓄怪却主动提出 担任闷秋中学三年级E班的班主任 负责教授同学们功课 国防部于是提出奖励 只要三年级E班能完成暗杀任务 不仅拯救了地球 还可以获得国家奖励的100亿日元 不过学生只能使用特殊BB弹和特殊匕首 这些武器对人不会造成任何损伤 但却可以轻易打伤储蓄怪 同时国家和储蓄怪达成协议 只要学生们遵守约定 使用特殊武器 储蓄怪也不会伤害学生 从此证明储蓄怪就正式成为了三年级E班的班主任 为了训练学生们的暗杀技术 乌建作为副班主任也加了进来 为了支援乌建先生的暗杀计划 身为职业杀手的伊丽娜 也加入了三年级E班 成为了这个班级的英语老师 就这样 三年级E班一夜之间变成了暗杀教室 这个班级所有学生的目的 不再是自暴自弃的荒废度日 而是为了杀死储蓄怪 拿到一百一日元 学生小主每天会在本子上 记下储蓄怪的特征 目的就是有朝一日 可以亲手完成厮杀任务 这天上课 小主按照同学们的计划 故意接近储蓄怪 准备出其不意地杀死他 没想到小主刚出手 刀就被储蓄怪轻易地打掉了 但小主还有秘密武器 他胸前的手榴弹突然爆炸 一阵浓烟过后 小主受伤倒地 储蓄怪却毫发无损 原来他每个月都会脱一次皮 脱下的皮恰好抵消了手榴弹的威力 但这次袭击 使用了政府指定之外的武器 违反了政府和储蓄怪之间的约定 所以储蓄怪愤怒了 他瞬间移动 拿到了这次世间幕后主谋家庭的门牌号 郑重其事地警告在场的学生 如果有人再敢违反规定 他不会对学生动手 但一定会对学生的家人进行报复 甚至会直接毁灭地球 同学们给出虚怪取名杀老师 寓意是杀不死的老师 从此杀老师就成了同学们又爱又恨的对象 爱的是杀老师会鼓励三年级一般的同学 昂首挺胸 乐观积极地面对生活 努力成为一个优秀的暗杀者 恨的是 无论同学们使用什么计谋 都无法杀死这个能量巨大的怪物 不久之后 班级来了一名插班生赤语叶 他一出现 就展现出了非凡的暗杀能力 只见他把特殊的匕首改造成一个个小刀片 站在手上 然后故意和沙老师握手 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切掉了沙老师的一根触手 赤语叶原本学习成绩优异 却因为性格暴力喜欢打架 被安排进了三年级一般 因为聪明才智 他立刻成为一般的优等生 赤语叶一系列调戏的暗杀行为 都被沙老师巧妙地化解 沙老师对赤语叶反而更加的关怀备致 傲慢的赤语叶终于意识到 沙老师并不是这么容易对付 万般无奈之下 他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刺杀方法 那就是故意跳下了悬崖 等沙老师出手救援 如果沙老师出手相救 他就可以趁机杀掉沙老师 如果沙老师见死不救 那他也可以彻底死心 不再对沙老师抱有幻想 但赤语叶搭上性命精心设计的暗杀 还是被沙老师轻易破解 他利用自己的处须 编织成了一张巨网救下了赤语叶 这样一来赤语叶彻底折服了 与此同时 世界各国都忌惮于沙老师的威力 为了消灭这个超自然的怪物 他们不惜致整个日本与险境 向日本投射了大量的导弹 讽刺的是 所有的攻击导弹都被沙老师拦截了 他反而成了保护日本的功臣 为了确保在明年三月之前消灭沙老师 国防部决定再派出一名特殊的查办生 加入暗杀计划 他就是拥有人工智能的 箱形机器人小绿 小绿可以自动瞄准目标 进行不间断射击 但由于同学们已经逐渐养成 上课认真听讲的好习惯 所以小绿总是在上课时设计的吵杂声 令同学们十分不满 他们干脆把小绿锁了起来 禁止他继续使用武器 小绿十分苦恼 他不明白 为什么同学们会不喜欢他这个帮手 沙老师告诉小绿 要先学会和同学们和谐相处 才能获得大家的欢迎呀 他还为小绿精心准备了 一般每位同学的背景资料 凭借强大的人工智能系统 小绿制作了一款暗杀APP 可以帮助每位同学 找到最好的暗杀方式 如此一来 小绿成功获得了大家的喜爱 正式成为三年级一般的一员 这天 三年级一般又来了一位查班生阿盈 在阿盈口中 他和沙老师是兄弟 身体里流淌着相同的血液 所以对于杀掉沙老师 阿盈可是自信满满 他们随即进行了一场公平对决 阿盈动作迅速 一刀就砍断了沙老师的一只触角 这时大家才惊奇地发现 阿盈竟然也变成了 头掌触角的怪物 他动作迅猛 很快地就砍断了沙老师三只触手 就在沙老师被逼入死角时 他用特殊匕首 砍断了阿盈的触手 并用脱下的皮包裹住阿盈 将他丢出教室 沙老师最终赢得了这场决斗 阿盈被白衣人带走 经过这场惊心动魄的决斗 小组心中更加充满了疑惑 他不明白 为什么沙老师要来三年级一班当班主任 放学之后 小组将自己的疑问告诉了沙老师 沙老师却说 他是为了遵守和某个人的约定 只有当同学们真正杀死他的那天 一切才会真相大白 为了给同学们增加暗杀自己的机会 沙老师还约定了一场暗杀合宿 让同学们在周末都住进学校 增加学习时间 同学们为了获得暗杀的机会 都心然同意 沙老师还利用分身术 帮助每一个同学复习自己的瘸腿科目 同学也一反常态 都开始认真学习 他们好像不是为了杀掉沙老师 而是为了证明给他看 他们拥有可以成为暗杀者的能力 不久之后 国防部认为 乌健的暗杀行动迟迟没有进展 于是派出新任教官英刚 代替乌健成为一般的体育老师 英刚外表看似和蔼可亲 和同学们称兄道弟 但实际上内心十分的阴毒 崇尚独裁体制 一旦有学生对他的训练提出质疑 他就会对学生拳打脚踢 乌健试图阻止他的残暴 英刚则提出 要和乌健教出的学生来一场比试 以此证明谁的教育方法更好 迫于无奈 小主被选为和英刚进行一场对决 小主利用外表的怯懦骗过了英刚 一刀就击中了英刚的脖子 英刚输了 他气急败坏地离开了学校 而小主也终于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他不是无妖可救的岔身 他是可以变成优秀的暗杀者 但改变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 班上开始有同学抱怨 学不学无所谓 我们都是一般的学生了 成绩提高一点又不能改变什么 还不如想想 怎么才能除掉沙老师 获得一百亿日元 人生就一片光明了 沙老师听完 郑重地告诉同学们 必须要学会除了暗杀以外的第二技能 否则沙老师走后 他们又变成了人人唾弃的失败者 卓越的暗杀者没有死角 他们都拥有多项杰出的能力 他要求同学们 必须拿出优异的期末考试成绩 否则就将离开这里 为了鼓励同学们努力学习 他还致电了一项特殊的考试奖励 课本学科中 获得年纪第一的学生 将获得破坏沙老师一根触手的权利 只要破坏了触手 沙老师的行动能力就会减弱 暗杀的成功率将大大增加 为了暗杀成功 同学们的学习更加刻苦 他们争分夺秒 只为在期末考试中取得更好的成绩 拿到那个令人羡慕的高额奖金 终于期末考试结果出来了 三年纪一般打破历史 一共有六名同学获得年纪第一 同学们兴奋不已 他们将沙老师的暗杀大会定在了暑假 终于等到了暗杀大会这天 同学们先将沙老师绑了起来 他们的计划是 先砍断沙老师的六根触手 再利用沙老师怕水的特性 将他困在水里进行围堵 当作有人都以为沙老师必死无一时 他竟然开启了完全防御形态 形成了一个有坚硬保护膜的小球 就在大家无计可施时 同学们突然纷纷倒地 原来银刚为了报复令他蒙羞的小主 提前在学生的饮料里投放了毒药 他不惜一切代价 也要杀掉所有人 不仅如此 阿盈也加入了银刚的队伍 他们逼迫同学们交出沙老师 危机时刻 小主和赤羽叶带着沙老师逃走了 阿盈则一路追赶 凭借着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 他们最终打败了阿盈 成功保护了沙老师 而邪恶的银刚 也抓走了一名一般的女同学 小主故意求饶 为同学们研制解毒计赢得了时间 最终在同学们的围攻下 女同学获救 银刚被抓 等待她的将是国防部的严惩 同学们决定把沙老师交给了国防部 因为一小时之后 沙老师的防御形态就会解除 只要将她放进装满特殊武器的装置里 沙老师必死无疑 就这样 他们眼睁睁看着沙老师 被特殊武器吞没 国防部的战士们一片欢呼 而三年级一班的所有同学都泣不成声 不过沙老师并没有死 她重新成为了三年级一班的班主任 而阿盈也终于加入了一班 成为暗杀班级的一份子 新的学期开始了 一班的同学们也和沙老师迎来了新的对决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